各位来宾 各位全友 各位亲朋 大家好 我叫石宝萍 是陈文莎哥的外甥女 是陈奕霞的女儿 今天呢和大家在这里 隆重的纪念 双九十活动 纪念我的姥爷 陈发哥 进京传全九十周年 纪念我的舅舅 陈兆奎 诞辰九十周年 我非常的荣幸 非常的自豪 我仅以个人名义 并代表我的三个弟弟 今天我的三个弟弟来了 向所有的全国各地来的 全友们 嘉宾们 表示热烈的欢迎 和总之的感谢 北京啊 昨天挖七里大风 我还担心今天的会啊 会不会影响 但是天空作美 祝我们 今天夜阳高照 我们大家是不是非常的高兴啊 高兴 说起我的老爷 陈发科工 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是他首次把陈氏太平权 从乡土带进陈氏 从河南成加州一里之地 带进首都北京 从而呢 使陈氏太平权 开启了新的时代 而后 由他的儿女 他的子孙 现在传遍到全国 传遍到全世界 流传之间 我呢 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 一 我的老爷 他是陈氏 第十七代的代表人物 陈氏 第十七代代代表人物 他 武艺高强 武则高尚 享誉天下 那么他是如何 来到北京城 扎根儿在北京城 有这样一个故事 大家知道 北京在解放前 叫北平 那时候 那时候呢 我们时常 有打类的活动 发挫老人的竹子 陈兆平 来听摩生 那年呢 正好参加了 轩武门的打类比赛 连续十五个天啊 当个月 不戴老头 没有赢手 这群后呢 城北 有哥三 号称 李氏三军 他们 身材魁梧 人高马赛 武艺很高 他也想和陈兆平 李氏几世 当时呢 陈兆平一想 输了是小事 损害了 城市办事员的民生 那就事关乱大了 于是 就给 陈家都的 三叔 陈发哥老先生 写了一封信 让他赶紧来北京 我的老爷呢 接到信以后 就来到了北京 第一件事 就是让他的 执子 带他去 汇魅 这哥三 那年正是 夏天 然后 他们到了 林家 北京 传道 传道 这是他的一个功绩 第二个 就是他是一个 城上 起下的 一个 公寻人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破四教 是不准变前的 都作为四教 破掉了 后来 总之 虽然扔了以后呢 他就 继续 传权 交权 除了在北京 交土地 然后每年 要抽出数月的时间 回到成家沟 去传 植被 也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 四大金刚 那个时候 他每年都回这瞬间 亲自传授 亲自指导 把太极权的精髓 传给了他 那么后来 四大金刚 把太极权 又传到了 全世界 对吧 是这么回事吧 那 再说 他把这个权 传下来 不得不提到 我的 表弟 陈渝 陈渝 是他的独子 深得 奇传 真传 大家知道 五几年 六几年的时候 我们生活都不是很富裕 所以他们的家庭 也不是很好 但是呢 陈渝 他在 练拳的时候 他是不怕吃苦的 他七岁 跟他的父亲 学习 学习 他的全家呀 工整 完美 漂亮 漂亮吗 漂亮 他的功夫 炉火 成亲 真的 很棒 很棒 1976年 他十四岁 当时呢 我的舅舅 就带着他 回湖南 春夏高 参加 全国 太级拳 大会 他第一次 展露头角 在大会上 变相 表演 当时 轰动了 温险 因为 大家没有看到过 这么漂亮的 全 2002年呢 他那个时候 英 这个 明家俱要 参加了 国际 这个 蔡吉成 年会 又一次表演 又一次 轰动了 全场 博得全场 满堂 贺赤 然后 很多媒体啊 就 纷纷采访他 报道他 称他为 匠门 胡子 啊 所以呢 陈瑜 继承了 其 父 真传 啊 然后 又携他的 苏人 张艺杰 女士 大家知道 能干啊 我们这个大会 啊 一直在组织 他们 把自己 唯一的 儿子 事物 又培养为 现在的 全师 对吗 对 我想 如果我 舅舅的 在天之灵 能够听到 我今天的话 他是非常 欣慰 这个呢 就是 陈兆培的 第二个 估计 他是一个 丞相 启相的 功询人物 他的 第三个功底 我认为啊 就是 为 传播 程序 太平权 他留下了 宝贵的 文字 资料 我的舅舅呢 非常 聪明 也非常的 错厚 不仅 练 也很科普 学文化 也很科普 他写的一首 漂亮作品 平时 不练权 话不多 他随我的脑 但是 一交起权来 滔滔不绝 引人入上 他在 教权的过程当中 在百忙中啊 写出了 上半次的 这个资料 来 阐述 程序 太平权的 特点 他的 变化 以及 推手 应该注意的 事项 等等 为后人 学习 提供 资料 我 给大家再讲一个 陈兆奎的故事 好吧 我老爷呢 传子女 学权 非常严重 要求 我的舅舅 我的母亲 每天练十套 到八考课 陈兆奎呢 他给自己压蛋了 每天早 中晚 练四十套 到五十套 不练完全 不吃饭 不睡觉 为什么他的工作深呢 在他 十三岁那年 有一次 家里让他去买醋 他呢 买醋回来 遇到了这个 复联城科班的 十几个学生 其中有一个学生呢 把他那个 复兴了 给送地下 打碎了 他上前去说礼 他这一说礼呢 这十一个学生呢 看他单身一人啊 就把他围起来 让大当 这时候 他灵机一动 用了 陈迅 探集权的 两个招式 就 突围了 一个 是 左右 灯一根 一个 是 玉米 穿梭 后来他回到家里以后呢 他的姐姐 陈迅家 我的母亲啊 就问他 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式 他说因为这两个式的 第一 可以复为 第二 无伤人 他说我没想想他们 我就是想想想他们 陈探回呢 他生前变全 无人似有人 有人似无人 看了把 防身 健身 相结合 把全法和积极 相贯同 所以在观念的时候 他就 用了 太极拳的这些招式 用了 非常的 德法 那个时候啊 就是我老爷的这些 个徒弟们 所有的 师徒们 都非常的 喜欢我舅舅 就管他 叫 十三太宝 后来呢 太宝 就成了他的署名 我也知道 我的舅舅 叫太宝 因为大人都 这么叫 可是 后来 一些亲朋好友 提臣让回 不知道 是他 这个呢 就是 我的舅舅 那么 今天这个 双九十 纪念 我再 跟大家 讲一讲 我的母亲 我妈妈 陈玉霞 天生 出影 他呢 八岁 和我老爷 学圈 当时 我老爷给他 初恋 学 提了三条 第一 自然 不能叫正宝 第二 大方 第三 放松 我觉得 这些 室友们也应该知道 是吧 非得放松 你才能电话 那我妈妈呢 就 按照我老爷说的 模仿 我老爷的动作 一朝一世 不走样 他的权呢 真的 刚柔相继 柔圆松滑 如 这个 行这个 想不就来了啊 我也七十多了 不好 真的很好 后来 彭君生 夸着 彭君生 管他叫师妹 说 我赞美他的 身法 手法 柔圆之处 酷似 果实 他 为人 忠诚 千金 更保持着 其 加速之风 这是对我妈妈的 这个 出赞 呃 我的妈妈呢 我的母亲啊 她对 陈旭 太极权的 主要贡献 在于 把 陈旭 太极电 公布 于是 网媒流传 而且 和我的父亲 把 陈旭 太极电的 剑谱 剑法 祝福 利说 公布 于是 共 广大的 爱好者 学习 所以呢 他 也为 陈旭 太极权 做出了 积极贡献 他的后半生 我可以说 全部献给了 传播 陈旭 太极权的 事业 啊 为我们 中华武术 做出了 积极的 用线 好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唐